大家好,我是阿悠 前阵子看到台湾开了Dongki一号店 看到那个排队的照片真的是可怕的哦 3月19号那天,马来西亚的也开张了 没有想到人潮一样多 我原本是计划多一两个月才去的 而今天我还是决定去了 主要是因为我很在意 而我在意的就是 为什么大家分享的都是吃吃吃 SPA进去呢? 8点就开始营业 我以为7点半到的我应该算是排得非常前面了 一开始的队伍让我放心了一下 50分的时候开始进去了之后才发现 我错了 楼上路口出已经有很多人在排队了 诶,今天星期六 你们做目标睡多一下懒觉 Oh my god 不到8点我就进去了 我的目的很简单 第一,确认我平时在日本Dongki都会买的东西 这里到底有没有 第二,让人脸红心跳的SPA进去 在这里会不会出现 想当年,让我不再排谁 可以很自然进去SPA进去的工程 就是Dongki Hotel 那这次我做了简单的分类 方便大家看 这次去Dongki呢 也算是还蛮有收获 熟悉的产品虽然不是很多 但至少呢 还是有看到一些我一直在找的东西 像是内裤清洁剂 我就是一直很烦恼要把它寄回来 推荐的这些东西呢 换成日盐的话价格稍微有贵一点点 看马币的话呢感觉就会有点可怕 比如11块多的杯面 如果不是到了超级超级想念的情况的话 估计我是不会买来吃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钱包情况 再看要不要买 如果像是Ion 或者是日本食品专卖店有卖的东西 价格来说的话 反而Dongki可能会稍微高一点 第二层楼卖的蔬菜 虽然价格很高 但也看得出它的品质是非常的好的 除了卖这些食材之外呢 他们还有卖一些已经做好了的便当 但是价格来说的话呢 就没有这么平民了 这一层几乎卖的都是食物 所以呢我大概看了看就去另外一层了 下到最底层呢还是卖食物 但比较惊讶的是有扭蛋的角落 多数都是需要三个代币 一个代币大概5块钱 好贵啊 因为想念日本gyu don的味道 所以就买了这个便当 吃了之后呢 嗯 只能给两颗心 不能再多啦 就如大家所见 这个影片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穿梭中的石拔进去 所以最后我也只能抱着遗憾的心情 离开这个伤心地 OK 这是我那天买的草莓 我自己已经吃掉好几粒了 所以没有办法给大家看最真实的表情 然后 给一些还没吃过的人吃了 想念日本的味道吗 日本的什么味道 吃的吃的吃的 吃的 拉面 咸的甜的 甜的 DESATO 算吧 游中 嗅起来有没有狠 嗯 是不是 嗯 你之前有吃筋马轮的草莓吗 我不吃筋馬轮 很酸 这个ok ok我不要讲 我要看你最真实的表情 ok 乖宝宝要洗咯 这么样 嗯嗯嗯嗯嗯嗯 日本草莓是這樣的味道 就是這個味道 對 草莓是的 它不是死甜 那是酸甜 對 可是它甜比酸多 好吃耶 好 這只能夠吃一粒哦 剩下的就聞 哎呀這個好像有點酸 我吃多一粒再吃 不行 ella又會orm利 這個味道 然後讓它 compromise 我想用你好 這個味道 嘴 開過